港版港鐵, 必須不須拼命? 網上流傳一段港男港鐵分身衝車門的影片 就像大家見到一樣 一個男人在車門即將關上時 好像拍功夫片般衝進去 再瀟灑地翻身 動態滿分 不知道是不是奧運閉幕 看到湯哥老師表演 燃起了他內心的特攻魂? 可惜一出這位港男 就不像湯哥老師般受人警弱 反而被網民圍攻 直至他行為危險奧運上路 確實這樣飛身 萬一車廂內有老人家或小孩被撞怎麼辦? 亦有深水清的網民懷疑 影片是擺拍 畢竟一個衝一個拍 這麼合拍地紀錄完整的動作 不是事先準備都很難做到